同志們 今天我們組織軍警民聯合巡邏 主要對371地區實施突破巡邏 主要任務是維護邊界設施 勘察邊境情況 大家要克服惡劣地形的不良影響 雖然已經是暮春時節 但山上的積雪還沒有完全融化 觀察搜索組提前系好了安全繩 方便隊員們攀登 這條路對於在邊防守護了五年的周帥弟來說 再熟悉不過 可這一次卻有著特殊的意義 因為再過幾個月他就要退伍 離開這裡了 心裡有很多不捨 就是我特別珍惜每次致敬的機會 每次都主動請贏 就是為了用自己的腳步 再走一走咱們組織的邊防線 守好咱們組織的每次疆土 那個地方外面外面這個壓力比較大 有可能有這個潛入的風險 下一步我們準備在那個方向 進行補空 除了常規的巡查和檢修之外 這一次官兵們還有另外一個重要任務 就是跟警察和護邊員一起 進一步熟悉邊境情況 優化邊防管控手段 經過四個多小時的艱難跋涉 巡邏分隊抵達了目的地371號戒飛 假期有恩在戰衛 請祖國和人民報信 作為一名邊防軍人 越是過節就越應該不忘戰備 今天我們與諸地協防單位 展開軍警民聯合巡邏 這既是聯合管邊控邊的一種方式手段 也是為了能夠讓全國人民 過一個安寧祥和的假期 謝謝